哇,今天又是來了 五淑娟那種無知和白痴 但他的問題是完全被中培權發揮的 所以我真的有理由去想 他們兩個是不是合起來的 好了,我們先講講內情 今天就看梁芳惟一篇的文章 就叫做高歌熱愛基本法 仍被DQ梁芳惟 可能連區議員都事人無多 梁芳惟提及到 中國就用維穩的方法對待國內少數民族 吳淑娟就說 你這個梁芳惟23歲學生 你都不認識那些少數民族 你可能只是看閱讀 鍾貝賢就說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資訊 吳淑娟就說 我不肯定他沒有 但是不應該有 鍾貝賢就說 我沒有不猜 關什麼事 這真好笑 吳淑娟的意思是 冷靜 你這麼年輕 你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你是不是人民益魂 我想問一下 吳淑娟 南京大屠殺你有沒有第一手資訊 你都沒有 第一次世界大戰有什麼資訊 你有沒有第一手資訊 第二戰你有沒有第一手資訊 有些不需要一定要有第一手資訊才知道 現在 現在中國對於新疆 西藏的那種反人類罪行 那種打壓法 通了天 這些不需要有親身經歷 而且我們怎麼可能會有親身經歷 吳淑娟就說 之前 鍾貝賢你不是說過 很多年輕人多參與交流團的機會 但是一般的學生 因為鍾貝賢就說他們可能會交流 沒理由看到官商勾結 官員濫權 貪污 隻手遮天 鍾貝賢就說 不是 我接觸那些學生 就是在交流期間意識到中港的分別 譬如說香港可以用社交媒體 中國就用不了 就是這樣的 鍾貝賢就說 看這宗案 不斷被人說煽動 就是說這篇文 就算你 官方多麼單向 單向灌輸這些概念 政治人物提出的主張 多麼激 多麼不應該政治不正確 都好 在一個自由社會裏面 都不是單向的 人呢 是推崇言論自由 背後的理念 就是人可以自主 和理性 這個信念 亦都用來設計自由制度 和推崇的制度 因為相信人 有自由和理性去做決定 不應該因為他是不是宗教 精英 權貴就去審查 那 吳淑娟就說 一個人參加了交流團 沒理由生產到官商勾結 官員濫權 中共隻手遮天 的情況 鍾貴就說 我不覺得 鍾貴就說 我不覺得 一個很年輕的人 就不會了解香港的實情 他認為人 尊重人 是有自主性 有判斷性 應該要這樣 好了 吳淑娟就說 你假設所有人都是理性 有些會像我一樣 有些是洗腦 鍾貴就說 我們基於人 是有自主和理性 去追求自由 除非是一個很好 非常特殊的情況 我們才會限制言論 不過很少 非常少 好了 今天 吳淑娟就說 當時情況 是不是不穩定 是不是受人影響 鍾貴就說 不認為不穩定 吳淑娟就說 吳淑娟就說 進入了 那你出這篇文 你是不是不需要考量 國家安全 社會秩序 你覺得是言論自由 就大了 鍾貴權 就答得妙 他沒有直接回應 他就說 那你限制言論自由 又是否大了 你不可以因為有國家安全 社會秩序 就是禁人言論自由 除非 外敵入侵 立即有暴力的風險 就是這樣 好玩 吳淑娟就說 二次那裡 我問你 你這麼厲害 鍾貴權 我問你 二戰的時候 如果有人 稱讚那些衣服漂亮 藝術角度 那出不出呢 鍾貴權就說 我又不敢說 一定會不報 不過就有點猶疑 那為什麼猶疑呢 當然 你穿過德國衣服 那樣 法官問他猶疑是什麼呢 他就說 如果你 只是個人藝術去說的話 我都沒有什麼公共性 如果你是道德不恰當的話 那 又不一定是要刑事 或者是官方抵制這個言論 那 吳淑娟就以為 找到這個問題 蛤 德國二戰的時候 難道你歌功還得到他嗎 那麼 鍾貴權就跟他解釋了 所以鍾貴權真的厲害 所以我想是不是 夾過這些問題 越戰的時候 整個國家都是反戰的聲音 甚至有報道 揭發美軍的暴行 有人認為會這樣影響士氣 但是很多人支持 你從軍事安全 國家安全的出發 當然是不想報道 所以言論自由這件事 很謹慎 你不可以模糊無可編制 去限制言論自由 這個答得很好 那我再補充 我再補充 關於這個異戰的例子 那我回答五熟娟 鍾貴權就說 我都會猶豫出不出 那我就說 當然出不出 我跟五熟娟為何不出 因為 好像你現在這樣 中共入侵香港了 那很多人去歌功還可以 讚他那些衣服漂亮 如果你覺得現在沒問題的話 那德軍入侵的時候 有人讚賞他們的衣服 有什麼問題 如果你覺得不是有問題的話 那為什麼現在要讚賞 那為什麼你要愛國呢 那你就將他比較成為 納粹黨 有什麼分別 比較差 好了 這個德國的例子 今天用不到 用第二個例子 911 如果 拉登 說他如何發動恐襲 你會不會出訪 當然會 有哪個媒體 如果有拉登的做訪問 他會不做 當然你會說 很危險 當然就看客觀效果 就是這樣說的 鍾貝權就說 如果拉登接受訪問 我當然會報道 吳淑娟就說 那他們說的 如何炸細貿 如何危害國家安全 這樣也報道 鍾貝權就說 你不同意也好 這個是公眾利益 一件事 作為公眾利益 公眾關心的事 那沒辦法錄下它 好 好了 他就繼續問 不是啊 你今天說完之後 會有人認為 贊成這件事 那你不是很危險嗎 你今天就炸細貿 第二天就炸到別處 那怎麼辦 鍾貝權就說 是有些針對這些媒體報道 就作出異議 但最後也沒有這次 甚至看到有些 媒體恐怖分子 將他們訪問 即將他們的講解片段 塞進報道裏 他就說 這就是民主社會裏面 的一個信念 就是相信人有理性和自主 好了 再問到 如果報道了 譬如現在俄烏戰 那樣 你如果報道了普京的解釋 那可能會影響其他士氣 那是否報道 那他就說 你報道普京出兵原因 第一是影響烏克蘭的士氣 危害國家安全 第二 烏克蘭境內有親俄市民 他會不會更加反 反烏克蘭 中沛權就說 如果真是烏克蘭的境內部隊 我是會報的 但也要預料有輿論反彈 但作為媒體 有言論自由和堅持 重要就是辭庭辭聘報道 那這個呢 就是去到第三十三 第三十三文臨場新聞案 OK 十分之厲害 好 那我嘗試看一看 關於那個四十七零案 看看有沒有什麼 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一段 有一段 先講一段 就是因為現在 怎麼想告他們呢 就是用一個叫做 共謀者原則 這個非常邪惡 邪惡到爆的惡法 即是連坐法 即是用連坐 告你們 那法官李文騰 也不是連坐得這麼誇張 如果 因為現在 那些人 是否全部都搞同一件事 全部都知情 OK 那麼 這宗案裡 那個李韻騰法官 他就說 喂 那你怎樣才界定 他 他是這個叫共同引辱原則呢 如果Hello Kitty 只是說一句 Hello 不是Hello Kitty 所謂 如果那些議員 去一個論壇 出席的論壇 說一句 Hello 那不是證據吧 這樣也叫共謀者原則 是吧 類似這些 類似這些 這些事情 我相信會很久爭 在四十七零案裡 好 和大家研究一下 或者過鏡 再和大家看看有什麼重點 電流聲又來 喂 不好意思 好 今天晚上差不多 我去弄一弄 明天就1點鐘 再和大家見面 希望到時候 我弄一弦麥克風 希望可以弄一弦 看看最後有沒有什麼評論 阿哥 這個人 阿哥不是無份都知道 這個人 不好意思有電流聲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支持 我們明天再見 Patreon Patreon 已經上載了 今天Patreon 當然要說一下 拜登 就暑訪 拜登暑訪 烏克蘭 然後 還有 扎連斯基 和安提安 布林肯 都警告中國 你不要幫俄羅斯 這樣 中國出了一篇 長文狂 臭馬 這個美國超好笑 狂鬧 這個美國是一個霸靈 霸道 霸權 OK 以上這樣的新聞 可以加入Patreon 就可以收網到 好 明天再見 謝謝 拜拜